跟大家介紹一下簡報第57頁這個隨機的部分 隨機的部分跟這個回圈 你可以看一下 我就直接用這個已經寫好的這個部分 你可以直接點下面這裡打開 這樣就不用載入範例了 那您進來之後呢 只要把你的那個ID紙把它填上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都是一樣的 就是在這邊有Smart的 然後三色供應的 那這裡有一個重複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重複十次 也就是說我 隨機個顏色然後等0.5秒 然後再換一個再換一個做十次 最後結束之後是把它設成關掉 黑色就關掉了吧 那重複在哪裡 你看我們這些都是屬於基本的東西 所以在哪裡 在這個回圈裡面 基本功能裡面有個回圈 有沒有看到重複執行 當然如果你希望不要十次就結束 要它forever forever直到永遠不行 你就用這個重複執行 當什麼要換一下 直到 這樣有看到嗎 直到 本來後面要給條件嘛 就是直到什麼條件完成 你不給它條件它就forever 這樣 了解 所以這個是可以換的 如果你要指定次數就是直接在上面用 這樣就沒問題了 所以你可以實際先測試看看 看看這樣子我們在這邊 開始0.5秒就會換一個 有沒有這個燈這樣有一點點變化 是不是就關掉了 因為10次它很快 0.5秒就5秒鐘就結束了 所以如果有時候燈變化沒有很大 可能就沒有感覺很明顯 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跟大家稍微補充一下 我們的57頁 OK